有酒精的 他认为烧的时候 开头烧啊 只是有一点热 并不痛 慢慢烧到这个油尽了 那个灯芯就到了自己的肉上 那个时候才会痛 如果能够忍受这么一点痛 等到它是烧过了 油干了 油干了灯芯 它自然就会花掉 花掉了 等它干了 然后才收起来 要后边呢 要有这个扶持的工作 据说是用那个酱 豆瓣酱之类的酱 把它扶住 才不会发生这个破伤瘟的情况 扶住之后啊 慢慢它会好 那么好了之后 就是这个烧的地方 有一个疤 这是燃灯 在台湾 我是没有看过 有人燃燃 那么据说从前在大陆啊 发生燃灯的人倒是不少 说是肯修苦行的 学习要破知 要对这个身体要破除 这个我知 这个燃灯 虽然是辛苦啊 时间并不会长 所以这是叫做深燃一灯 就是在身上燃灯 如果是要不是在手上不方便的话 有人也会跪在佛前 甚至在头上 圆的都有 不过呢 如果是在头上燃 是很辛苦 比较要痛得多 这是我都是听 永中法是讲的 因为他是青年看过 在大陆上 看学的时候 他不止看过一次 是燃灯的情况 第二 烧一指尖 烧手指 烧一指尖 一指尖 就是我们手指 普通一般都是 这个有三件啊 烧一件 就是只是用这个 最上面的这一件来烧 这怎么做呢 这也是我听永中法是讲的 他也亲自看过 他说这个燃指的人呢 把指头头就燃了两个指 燃指 如果你要燃一阶 这一阶的这个阶的下面呢 用这个缝丝线绑得很紧 绑紧了 然后放平 那么周围还是要用面粉 把它围起来 那么这个要燃的这一阶啊 蘸油 蘸油 就是直接烧到这个手指 因为这个绑得很紧啊 烧的时候 还不会嚼得痛 不会嚼得痛 只烧完了 它只烧到这个绑的地方 绑得很紧的地方 那上面有油 它会点燃 烧完了 最后的造造才是痛苦 它烧完了要整个手啊 泡在这个酱缸里面去 就这个好像这个豆瓣酱之类啊 整个手泡进去 否则会出问题啊 这样泡 那个时候最痛 它说这个烧过之后 然后泡到这个酱缸里面去 那是最痛的时候 有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痛得很久 等到这个泡在这个不痛了 它提起来 说它是燃指 这是燃一阶 有人燃两阶 法法经说 甚至燃三个指尖 三个指尖 整个手指 这个 八指头头啊 进安脑上 它就是燃了两个手指 所谓八指呢 一个手指燃一只 比如说 差不多都是燃这个手指啊 燃这根手指啊 比较没有用 比较 凡是动作的时候啊 这一根手指比较少用 所以它燃都是燃这一个手指 举说八指头头就是两个手 这边手也燃一个 这边手燃一个 所以就剩下八个手指 因此人家称他 叫做八指头头啊 这个燃指 举说 根据这个永中法师的看法 他自己也没有燃过了 他说实际上 燃指比燃灯还有痛苦 啊 因为燃灯是在身上 就是那个油点完了 灯心到了最后那一段 会有点痛 呃 燃指是把手指烧掉 所以呃 如果 放不下的人啊 恐怕就输不了 不要说是燃指的 台湾光复以后 船舰啊 头顶上燃的香巴 就有人燃到枯子 呃 有人看到这个燃香巴 就已经发抖了 还没有点燃 他就发抖了 所以可见众生最爱走 最爱的就是这个身体 呃 如果对于身体 无所破坏啊 他会叫他受不了的 燃灯燃指 呃 这个燃一指接 这个都比较难难做 急于身上热一香住 这是燃香 就是戒谈里的燃香 呃 热就是燃 一香住就是用香 去点在身上 呃 那是不用什么 就是把这个香啊 蘸着枣泥啊 就是粘在身上 就可以减燃 那也是上一段 不会痛 燃到身体的时候 才会痛 呃 这个头顶上的燃香 呃 一般呃 受戒出家人呢 他往往是燃在头顶上 呃 是不是可以啊 我们呃 等于会再说明 现在哈 先了解 这个燃的方式 呃 呃 这个燃香的香啊 不是生香 就是不是 不是我们平常点香用的 那个生香 它是没有 里面没有竹子的 没有竹干的 没有竹干的那种现香 就是人家 卧香楼用的那种现香 是粗的 啊 细的还不行呢 用粗的 大概是像 比筷子大那种的香 呃 呃 在戒坛里啊 它是一大把 放去烧 烧过了 啊 好像 行灰团 那样哈 把它 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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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火吸掉了 然后用这个 是香炭 用香炭去烧的 不是用新鲜的 这个 鲜香去烧 而如果是生香去烧 那是很痛苦 所以他一般的这个香 都是俗 无香 就是香炭而已了 啊 话讲不完 我们休息一下再讲 啊 下个话